下面,我们来对非Office应用程序的工作效率进行一个比较。 以Excel应用程序为例,我们打开一份销售状况表。 首先来对外观进行一下对比。 在数据的下方,有一个柱形图来帮助我们进行数据分析。 来看一看WPS Office的情况。 打开同样的一份销售状况表。 数据可以显示,但是图表不见了。 再来看一看Red Office。 同样的销售状况表,数据可以显示。 下面有图表。 但是柱形图都罗列在一起,不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来。 和原始的Excel图表也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通常使用Excel,就是要利用它强大的计算功能。 现在,我们以最简单的求和为例。 现在,假如说我想了解中区第一季度的求和状况。 我们只要选中选中区域,点击两次Sigma求和符号。 就可以完成求和的这个动作了。 来看看WPS。 我们同样选中区域,点击两次Sigma求和符号。 没有任何的反应。 看看Red Office。 我们做同样的操作,发现只有在选中接受的时候,才会帮助我们来做计算。 现在,我们将数据恢复到原始状况。 假如我现在想了解四个季度中区的销售状况。 我们选中四个季度这个区域。 点击Sigma求和符号。 Excel帮助我们快速地计算出来了总和。 看看WPS Office。 选中四个季度的区域。 点击Sigma符号。 不能进行计算。 结果也是错误的。 看看Red Office是如何的呢? 我们选中这块区域。 点击Sigma求和符号。 在Red Office中是可以支持这种运算方式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Excel图表中。 除了刚才的选定方法, 我们也可以将四个季度的数据, 以及这个区域选中。 点击Sigma求和符号。 Excel可以帮助我们来做求和的动作。 在WPS Office中, 我们选中这块区域。 点击Sigma。 WPS Office就是这样的选定方式, 才能帮我们做计算。 看看Red Office。 我们来做同样的操作。 点击Sigma。 哇,所有的数据都丢失了, 并且给我错误的提示。 我们恢复。 在WPS, 在Red Office中, 这种操作是不支持的。 现在, 我们将恢复为原始数据。 在Excel中, 假如我现在想了解中区, 每一个季度, 每一个年度的一个求和状况。 我想选中包括总计的这款区域。 点击Sigma。 我们看到, Excel自动地将每一年, 每一季度都分别地做了一个求和。 看看WPS Office。 在WPS Office中, 也可以做如下的求和动作。 Red Office是如何的呢? 我们选中同样的区域, 求和。 我们发现, Red Office不支持这种选定方式, 计算此结果也是错误的。 现在, 我们恢复到原始状况。 在Excel表中, 我现在想看中区, 南区, 每一个年度, 每一个季度的一个销售总和。 我现在选中中区小季, 南区小季, 以及总季, 点击Sigma。 我们看到, 在Excel中, 很快地将它们分别地做了一个求和的动作。 在WPS中, 我们也试着选中中区小季, 南区小季, 以及总季, 同样点击Sigma求和符号。 我们看到, WPS Office是不支持这种操作的。 我们需要将这块区域选中, 也就是说, 就分别地来进行计算, 才可以。 看一看Red Office, 我们选中中区小季, 南区小季, 总季, 做Sigma求和。 Red Office提示我, 无法在多重选择的插入, 计算结果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只能试着, 将每一个区域分别做计算, 才可以完成。 这就是不同的办公软件, 工作效率的一个比较。